一个维索男出现 用飞刀绝技杀死男人 一名路过的女侠出面阻拦 维索男大笑 难道今日走了桃花院 女侠扬言 别人怕你爹飞刀追魂交雷 我鱼姑娘可不在乎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 维索男抢先扔出一把飞刀 将女侠的头发打散 紧接着维索男又亮出另外两把飞刀 脸上还透露出一抹坏笑 维索男哈哈大笑扑了上去 谁知女侠捡起匕首 超度了维索男 这下女侠闯下大祸 原来维索男名叫焦虎 其父焦雷武艺高强 一手飞刀绝技出神入化 焦虎人称飞刀追魂 可惜星属不正 战山为王 自封青龙寨寨主 女侠名叫于英 出生于武林世家 是乾坤剑于远之女 得知焦虎被杀 焦雷立马带手下杀倒于家 于家人打不过 只得一路逃亡 途中于家人在宋氏标局 休息了一晚 焦雷知道后 杀到了宋家 将镖局所有人抓了起来 还将镖局洗劫一空 逼问于家人的下落 得知于家人一大早就离开了 丧心病狂的焦雷 居然拿人来当活靶子 练习飞刀 一名女倦 趁乱抱起孩子逃走 焦雷哪里会挖修 指出一把飞刀 危急时刻 一名路过的黑少侠 挡住飞刀 少侠名叫杨青 江湖人称飞刀手 四名手下一拥而上 不过几个来回就被秒 焦雷急忙扔出手中飞刀 却被杨青用刀翘挡住 焦雷想再发一把 不料杨青亮出腰间的飞刀 焦雷却笑呵呵地收起了刀 掩护走宋家人 杨青骑马离开 焦雷让弓箭手偷袭 一剑将杨青射下了马 焦雷乐得合不拢嘴 随着杨青没中剑 一个闪身上了马 潇洒离开 焦雷大怒 派出四名弓箭手 去追杀杨青 又吩咐四大金刚 去追于家人 不久 四名弓箭手来到树林 他们对着杨青一阵乱剑 四人以为杨青已死 哈哈大笑 殊不知 他竟躲在树上 紧接着扔出几把飞刀 结果了四人 原来刚刚射中的 只是杨青的衣服而已 另一边 于家人投奔了神医范坤 如今神医已隐退江湖 开了一家客栈 两人是市郊 神医好心收留 还为受伤的于远 开了一份药方 让三师弟去镇上抓药 不久 四大金刚追到了客栈 追问于家人的下落 神医谎称没有来 四大金刚不相信 想要硬闯内屋搜查 神医急忙阻拦 四大金刚拔刀向下 想要强行入内 突然一把飞刀来袭 击中了柱子上的小墙 原来是杨青 四大金刚看他安然无恙 行之弓箭手 已被他击杀 自知不敌的他们 并未动手 决定先坐下来 见机行事 不久 三师弟买药回来了 他看到了屋子里 坐着青龙寨的人 转身就跑 可是还是被四大金刚追上 屋内的几人瞧见 急忙冲出去助阵 只留下小师弟与师父 谁知四大金刚 有一人悄悄溜进了礼物 小师弟不是对手 挡在了师父身前 危急时刻 杨青出手相助 结果了他 还称赞小师弟 胆识过人 说完转身而去 不久杨青在小树林 看到几位逃跑的姑娘 他们告诉杨青 前面有人在打架 杨青回复 怕什么 有谁跟我去看热闹 还瞧热闹 几个姑娘急忙跑开 只有一个姑娘胆大 愿意跟他去看看 原来是鱼鹰 他正在与青龙寨的追兵较量 杨青与姑娘在旁边看热闹 姑娘愤愤不平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 杨青有意炫耀 让姑娘捡几块小狮子给自己 紧接着用狮子当作飞刀 让姑娘直拿 他就打拿 最后一把撒去 成功帮鱼鹰解决麻烦 谁知鱼鹰根本不领情 他最看不惯行为轻调之人 杨青打发走看热闹的姑娘 还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此举让鱼鹰怒不可恶 他更加确定 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 看着杨青轻浮的目光 鱼鹰一剑刺来 两人大打出手 三师弟瞧见 也赶来助阵 谁知一招就被杨青打落兵器 对峙之中 二师兄赶来解释了误会 刚才是这位少侠 在客栈救了师父与小师弟 虽说如此 但鱼鹰对杨青 还是没啥好感 另一边 飞刀追魂焦雷在路上 遭遇仇人 所命无鬼堵截 无鬼出其不意的 杀了焦雷的手下 身为青龙寨的寨主 焦雷总是前呼后拥 无鬼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 就这样双方拔刀相向 落单的焦雷 只带了四把飞刀 面对四人 只能杀三个 因飞刀数量不足 焦雷被暴打 不料杨青正好路过 看到以多欺少 便顺手借给焦雷 两把飞刀 有了飞刀 焦雷秒杀了两鬼 为了感谢杨青 焦雷提出 让他做青龙寨的二寨主 谁知被杨青直接拒绝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与此同时 于家人正在商量对策 于远因伤重 不能奔波 需要静养 为了保住于家血脉 两位师兄 准备将小师弟 送到姨父家里避一避 谁知在半路 遇到了青龙寨的追兵 三师兄拼死掩护 挡住追兵 让二师兄带着小师弟先逃 谁知没跑多远 竟遇到了焦雷本人 两人不敌 二师兄身受重伤 生死不明 焦雷将小师弟掳走 有了这棋子 还怕引不出于远 奄奄一息的二师兄 跌跌撞撞的回客栈报信 他告诉大师兄鱼英 小师弟被焦雷给抓 还说出焦雷的飞刀太厉害 建议两人去求杨青帮忙 正说着杨青来到客栈 大师兄上前说情 希望他能拔刀相助 谁知杨青却声称 帮不帮忙 要看心情 二师兄拖着重伤下跪 祈求他去庙里解救小师弟 谁知话音刚落就没了呼吸 鱼英伤心不已 把气撒在杨青身上 谁知杨青并没有翻脸 他同意帮忙 不过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同自己共赌春宵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鱼英又气又怒 给了他一个大耳光子 羞愧难当地跑了出去 就连大师兄也拔剑相对 还是神医将他劝住 鱼英刚回到房里 可虚弱的父亲却问他 你弟弟去了哪里 鱼英担心父亲伤势 值得谎称他已经睡着了 救人心切的鱼英 找到杨青 含泪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夜 杨青神不知 鬼不觉的潜入破庙 救下被绑的小师弟 谁知小师弟 不小心踩翻砖块 发出声音 惊醒了其他人 眼看就要追上来 杨青将小师弟 放在自己的马上 让他赶紧逃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焦雷先是甩出飞刀 击中了杨青拿刀的右臂 紧接着又是三刀 将杨青指服 因上次的救命之恩 焦雷并没有杀他 而是给他机会 让他躺在这里想一想 要不要投靠自己 另一边 小师弟骑着马 顺利回到客栈 大师兄提出 一起去姨父家避一避 可小师弟却不同意 因为杨青还被困在破庙 是留还是走 几人产生了争执 大师兄认为 护送师父要紧 可渝英却认为 先去救杨青 一怒之下 大师兄怒斥了渝英 还是神医解围 做人不可没良心 随后建议 大师兄先带师父 与小师弟先走 自己则随渝英去救人 与此同时 富山的杨青 趁焦雷不在 反杀了两名守卫 紧接着朝大陆爬去 最后因体力不支 晕倒在路边 还好被赶来救她的 余英发现 于是带着昏迷的杨青 去了姨父家 而神医则单独 回了客栈 不料却被焦雷生情 神医为了救恩人余远 把生死看得很淡 然而焦雷 却没有杀她 而是传铁江湖 以神医的性命威胁 让余远十天之内 来客栈找自己 几天过去 余远的伤也好了大半 为了感谢杨青 余英每日细心照顾 不知不觉中 两人产生了感情 眉眼之间 净显深情 这一幕被大师兄瞧见 将杨青要求 余英以身相许的事 告诉给姨父 姨父误以为 余英是被逼迫 于是拿出一些金子 想将杨青打发走 杨青并非贪财之人 拒绝了姨父的好意 大师兄也在旁边帮腔 没想余英 却替杨青说话 两人就像是一对 欢喜冤家 然而 谁也没有真正 捅破那层窗户纸 杨青以 我救你一次 你救我一次 互不牵连 无比当真为由 离开了 杨青走后 余英魂不守舍 告别姨父 四处寻找杨青 不久 余英终于找到杨青 两人互诉中常 轻轻握握 可谁也没有主动表白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于家是不会同意 这门婚事的 不久 余英在集市上买酒 看到了焦雷发布的江湖帖 英担心父亲决定先回去 谁知杨青误会 以为他看不上自己 一怒之下 将余英赶走 不久 杨青听到殿小二 说起江湖帖 焦雷约于远大决战 这时 他才明白误会了余英 很快 大决战开始了 原本说好的单打独斗 不料焦雷却不守承诺 让手下一拥而上 眼看就要逼死于远妇女 危急时刻 杨青赶来助阵 英上次交手 焦雷并没有将她放在眼里 一刀下去 就击中杨青的心窝 焦雷自信满满 哈哈大笑 不料 杨青却若无其事 原来他徒手接住了飞刀 随后杨青反败为胜 此时的焦雷 因失去最后一把飞刀 硬拼不再是对手 最后 杨青用之前焦雷 侮辱自己的方法反击 四肢被插满飞刀的焦雷 急忙求饶 他愿意将青龙寨 所有的金银珠宝都献给他 可杨青却丝毫不畏所动 一把飞刀下去 为江湖除害 平静之后 于音鼓起勇气向杨青表白 可杨青还是选择了离开 或许独闯江湖更适合他 临走时 于音告诉他 若是有一天累了就回来 自己等着他 这部飞刀手上映于1969年 男主一正一邪 浪荡大侠的设定不错 儿女情长 终归漂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 下期不散的 下期不散的 这次费里面 更加